哈喽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今天我们来到了离我家特别近的一个商场 叫Murdiv City Center 今天我们来吃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阿拉伯菜 叫Logima 就是他们阿拉伯的一种传统的小吃叫卢格马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晚上10点了,这个店里面人还特别多 因为他们阿拉伯人一般晚上10点11点 才出来吃东西才开始活动 现在在这个店里面白袍和黑袍特别多 现在已经马上晚上11点了 哈喽 一个阿拉伯羊肉手抓饭 还有一个虾的手抓饭 我的信用卡有个优惠 可以买一送一 130人民币买两份阿拉伯手抓饭 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就是这个店的名字 就叫Logima Logima Logima OK Nice Nice 它就是这样一盘 这种它不是丸子是炸那种面团 里面是很筋道的那种感觉 这边送了三种酱 先蘸一个蜂蜜的 尝尝一下 火 里面就是面吗 对就是面团 红糖吧 红糖吧我说对了 这个颜色会更深一点 你没有吃过这个吗 没有了 你在迪拜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 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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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个菜 因为我们有一版教材里面 要介绍阿拉伯的食物 就是给学生讲 然后正好有一个这个叫 鲁哥嘛 我都不知道是 它这个绿的是什么东西 甘心果 甘心果的粉 这个属于阿拉伯的甜点里面 比较 不是那么甜的东西 你最喜欢哪个酱 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 我就喜欢蜂蜜的 外面是那种炸的很酥的那种感觉 但是里面其实就是 就是这种面筋 只有三个酱 其实你在里外的商场里面可以看到 有一些中东的女生 她们是不用穿黑袍 不用细那个头巾的 但是有一些本地人嘛 或者一些周围国家的人 他们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 穿的还是 这个 黑的袍子 他们叫 阿巴雅 因为这个商场 附近都是 居民区 所以 来这个商场 基本上都是 本地人 或者是在 迪拜公司里面打工的 游客的话会比较少 其实也没有看到多少亚洲的面筋 其实也没有看到多少亚洲的面筋 手抓饭 你说半开它有什么东西 有坚果 有辣椒 有腰果 然后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 然后羊肉 一根香菜 好像是洋葱 那种 对 炸的洋葱 然后还有 胡萝卜 新疆手抓饭 嗯 尝一口 这个就是 虾 肉眼可见 然后有这种 圣女果 黄色的圣女果 然后一些西红柿 它的米饭不是你那种棕色的 是这种颜色的 橙色的米饭 然后有一些 坚果 这个应该是炸薄荷吧 炸的薄荷 我这个米饭没有味道 就是 蒸 就是那种好的那种 就是那种印度大米 口头好看 但是 米本身没有味道很难吃 这个是阿拉伯酸奶 上面是几个榴莲 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各种 我说啥 榴莲 它不是那种国内那种甜的那种 它是一种原味的酸奶 而且没有那么浓 就是吃完 吃完油腻的东西 喝这个蒜感感觉比较清爽一点 在疫情之前 他们也是这样只露眼睛的 就相当于戴口罩了 但现在戴戴口罩了 你也不知道它是因为 传统不戴还是 本来就不戴 就是 见过就是它那个手套也是 戴着黑色手套的 然后它眼睛都不露 手套 对 黑色手套 然后眼睛也不露 它是一整个面纱 从上面垂下来的 就是完全你看不到 脏脸都不露 对 很轻薄的那种面纱 当我见到那种 市楼大的带那种 好像一个铁 铁那种银嘴那种感觉 这个不是铁 那个是铁质的 那是皮质的 你看着像金属 它其实是皮质的 皮质是干嘛的 就是感觉像一个银嘴在皮 就面纱的 面纱的前身 它后面简化成面纱了 它就在沙漠里 遮盖就是口鼻 遮盖口鼻用了 相当于面纱 你那个才72 72 羊肉手抓饭 72 虾手抓饭 70 然后我有这个优惠券 它减了70 所以 然后那个卢比马 是35 200 人民币 好了 好了 今天 现在已经 12点半了 晚上 然后我们也吃完了 然后如果你 喜欢看我的视频的话 请你点赞 转发留言 如果你有想了解迪拜的 中土人情的话 也可以留言 然后说不定会成为 我下次拍摄的主题 好 再见 来加油 因为明天正好是周六 然后快没油了 下周上下班的话 就不用想着加油的事情了 给大家拍一下价格 这跟国内加油站一样 这边就在加油 我们看一下价格 啊 应该是这个价格 下面是2块4毛7 将近4块人民币吧 This is special 2.4 right What's another one 图番 图番 58 58 OK 另外一个是2.58 一升吧 1 5 6 6 7 8 8 1 2 8 8 9 12 18 18 20 20